大家好,我是墾丁国家公园特派解说员陈宣吴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个显为人知的秘境 懒人溪 懒人溪位在满洲乡境内 满洲乡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乡村 但是它是非常的漂亮 你看周边的山巒、周边的草原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它是属于墾丁国家公园范围里面 那一般的大众其实只知道墾丁大街 而不知道墾丁还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厚花园满洲乡 这一条懒人溪呢 那全长大概有六公里长 那最后它汇入港口溪 那整条流域的海拔 大概都在一百公尺以下 中年流水不断 那整个即使在每年的山湿液最干的时候 这边都保有相当的水量 那在夏季呢 那它豪大雨之后 实际上只是短暂的像雨 然后稀水暴涨 然后很快它就消退了 经常维持这种流水残残的美丽的景观 西边景色绝佳流水残残 你看这样的稀水多么清澈、多么清凉啊 那旁边的林象又非常的茂盛 热带植物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通常呢 我们会从懒人聚落 那沿着这一条产业道路走进来 那沿途我们可以听到五色鸟 哭哭哭像敲木鱼的声音 然后可以看到大冠鳩在高空盘旋的音质 那偶尔呢 还可以看到它被大简尾攻击的画面 有时候呢 桃米有看见我们来了 哇 它就奋力的摇树枝 仅借着其他同伴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真的是非常逗气、非常可爱 这边也是一个观赏蝴蝶的最佳场所 通常在春夏的晴天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哇 很多很多的蝴蝶成群的挥舞 像是令人惊艳的黄嗓蝴蝶 从你的眼前挥过去 黑点大白蚊蝶 很悠哉很悠哉的挥舞着 其他像青带鳳蝶、玉带鳳蝶等等的蝴蝶 非常的多 令人目不暇挤 这一条路线上面 热带植物种类还多 我们可以看到白龙它生长在石头上面 展现植物的生命力 而岩尾藤它的果实可以靠风飞翔 皮树木的果实也可以黏在动物身上 这种特殊的传播力量 事实上是大自然的奥秘 走到路的尽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最原始的溪流风貌 大大小小的石头散布在溪床上面 然后溪流就从石缝中穿流而过 整个风景非常的自然 来到这里呢 你可以体验溯溪的乐趣 也可以看看水中的生物 像蜻蜓的幼虫、水菜、蛙类、螃蟹 等等的水生生物 然而呢 你可以脱下你的鞋子 把脚泡在这清凉的水里面 享受这夏日的清凉 我们一路溯溪来到溪的尽头 懒人溪瀑布 在溪流的两侧 森林密布 景色非常的优美 在烈日底下 你看到阳光穿透森林 洒落在溪流上面 这样的景色如湿如画 让人久久不想旅去啊 这样的风景 肯定国家公园结层的欢迎你 来跟我们一起做一趟心灵的饗宴 目前这条路线正由里德社区 进行新手工作 防止步伐的情势发生 来保护这里的一朝一幕 如果您想来这里行优探秘 并且获得一些生态知识 您可以以里德社区来联络 我们将派社区生态解说员 为您服务进行一趟知性之旅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